现在 刚才想 山顶上风太大了 飞机飞丢了 看一下现在飞机在前方 我也看不到在哪里 飞机电耗完了 风太大了 现在我遥控器上 已经失联了 遥控器是完全一片漆黑的 然后现在我要下去 找一下飞机 看一下我身后这里 身后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现在把飞机倒丢了 得不偿失 我买的这个无人机 是大江的迷你一代 我现在找飞机 我告诉大家一下 怎么找飞机 现在不是这个屏幕都黑了吗 连接不上遥控器了 然后左下角这里有个地图 这里可以定位到 你现在飞机在什么位置 你看我现在在这里 就是这个原点 我是从H这个地方起飞的 然后他现在飞机 飞机飞到这里去了 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个黄色这条路 在这个路边呢 然后你根据这个定位 就可以去找飞机 你看在黄色这条是运程的 绕程高速 然后和这条路交叉的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里 那不是运程绕程高速吗 这条路 再往这边走一走 还有一条小路 在这个位置呢 现在我走过去找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啊 看这个飞机上啊 这里右下角有一个找飞机的功能 你看点一下这个 它有一个 有一个经纬度 看这里标的经度和纬度 然后 这个地方啊 丢失时长 现在有十分钟了 我从这里走过去 点二三十分钟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 启动闪灯鸣叫 就是你走到离它这个位置很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启动这个 它就会叫 你一叫 你就能听到它在哪里 然后就帮助找飞机啊 现在我们再走过去 还要走二十分钟呢 那个是关公雕像 半山腰那个 大家看我现在到哪了 我猜 这还有墓地呢 找飞机找的这一片墓地里头啊 一个人都没有啊 只有我和我弟两个人 为了找飞机饭也没吃 闯到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 根据定位啊 我到了这个地方了 呃 定位显示就在这条路的旁边呢 现在我到了这里呢 已经转了一圈了 还没看到飞机 有可能是在这草丛里呢 现在我就让它发个警报声 这里有一个 启动闪灯鸣叫 我按一下 未连接飞机 无法启动闪灯鸣叫 未连接飞机 那应该是飞机没电了吧 都说抓着他们了 现在遥控器上显示 已经丢失49分钟了 现在找不到飞机 飞机上的定位 就是在这个斜坡这里 但是我没有找到 算了 找不到就算了吧 要走了 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的吗 哎呀 出来遇到这种事啊 也要坦然的面对啊 这次出门好像没有看黄历啊 这次出门遇到招心事挺多的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这个运程好多景点都关了 比如说那个黄河大铁就关了 灌鸥楼关了 那个湖口部部也关了 就是有名的景点都关了 然后我们今天看这个 关笛庙开的呢就过来了 结果遇上这个飞机飞丢的事了 做旅游自媒体太难了 今天带我小老弟出来第二天 对他这个拍视频的 应该有点打击啊 拍视频还有信心吗 出来做旅游自媒体 已经被打击了 被打击了 本来想跟我出来旅游拍视频挣钱的啊 结果第二天就碰上这个事了 好了就拍到这里了 大家看我丢飞机帮我点个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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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